我相信在生活当中如果说骗子是一种职业 可能谁都会不屑 因为毕竟是违法的 毕竟是违背良心道德的 但我告诉你今天要请到的这个工作高手 是一个堂尔皇之的骗子 而且你会让他骗得那么的开心 甚至忘乎所以 这个世界上有一种职业叫做拟音师 今天我们要请到的这位工作高手 干的就是这个 而且他已经64岁了 干了很长的事情 掌声有请违音师白韦云 见上所有的观众 大家好 你好 葛亮老师 有很大名 我刚才下笔听的声音漂亮 是吧 这个声音绝对羊耳 配的旁白的话 这个声音很厚 高音 中音 低音都不错 你别说原来我做那个音乐剧的时候 我就是做配音的 对 旁白配音 这个刚才我们说 您干这个干了很长时间 干你音师干了多长时间 39年 39年 你今年64 25岁开始干 对 对 对 我从专业学校毕业以后呢 就是先干的配音导演 后来呢 配音导演里面又划分了 就是专门管音效的配音导演 那么还有对白的配音导演 我的第一部 独立工作的 是我们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 一个水母动画片 叫一本相声 跟家人家说几个耳熟能详的名字 宝连灯 三个和尚 葫芦娃 这些8090后耳熟能详的 这个动画片里面 有很多的声音都是 他做的 还有一个 黑刀勤长 对 对 对 这不是我 黑刀勤长 对 对 对 超勤长 此外他还先后为六千多部电视剧 进行音效创作和同期声的录制 有其中一九九五年 第一部同期声录音的《涅寨》 这部电视剧也有人看过吧 我是看过的 创造了中国电视长篇剧 声音金甲 那今天呢 我们又来揭秘一下这个声音甲 让他们猜猜这些东西是干嘛的 芹菜呢 你觉得他可以模仿什么声音呢 风声 树林的那个声音 这应该是骨折的声音 有说有说树林声 有说骨折的 其实确实是 陈小辉说对了 是骨折的声音 对 折的时候要折 像不像骨头折的声音 好心疼 这小骨和那个腿骨折的声音 可不一样 对 对不对 那声音更过瘾 那个 这个啊 包东西了 为什么包东西 给它 这样增强一个力 这厚了 声音 中低音上去了 就带骨带肉 带皮的都上去了 太血腥了 好血腥啊 你怎么想出来的 我试过很多次 比如讲用竹片 要用那个塑料泡沫 包括这个卷心菜 也有这个感觉的 但是这个没有这个宽度 而且操作不方便 没有这个很脆的一个 很干脆的 所以这个呢 可以拍另外一次用场 拍西瓜 这个熟的 这个 不同 OK 这个太脆 那么我可以加点包东西 谢谢大家